大家好,又是我劉均Alex 今天帶大家來的地方就是全加拿大最大的水族館 而這個水族館裏面有五個不同的展館 包括有熱帶雨林、五大湖、大西洋和太平洋展館 由此可見裡面當然有不同種類的東西 龍蝦有不同的顏色 今集我想告訴大家一個秘密 其實魚睡覺時是擦大眼睛的 而這個水族館的儲水容量有570萬星 而水族館的職員就跟我說 整個水族館需要一個小時 而這個展館就有大約12,542平方米 而裡面最特別的東西就有96米的移動通道 有一個很透明的觀光隧道 喜歡旅行的朋友可以帶自己家人來到這個 多亂多最大的水族館來看看 沒錯 頭上那一條就是一條鯊魚 你看幾大一條 不要以為他們在這裡打架 其實他們在這裡玩 不要誤會 你看看 進來這裡是有一種很特別的感覺 一種無法應悟的感覺 入到這條隧道就給到一個 好像被一些海洋生物包圍著的感覺 好舒服 好特別 好開心 不要以為他對著我笑 其實在睡覺 他是不動的 好特別的感覺 好特別的感覺 我看 وا 這個水族館裏面有一個區是給小朋友去玩的 你看小朋友玩得多開心 就像你一樣的烤酒 想太多了 吃得到鍋子 喝就像不少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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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裡面看到很多不同種類的珊瑚和很特色的水墓 在游來游去 接下來就很厲害了 它有鯊魚的寶寶 讓人去摸一下 不用說了 我來示範給大家看 什麼是最有型的去摸鯊魚 近距離接觸牠 完全不用怕 小一點 就可以了 它有沒有走 到最後 一定會到 禮物店 所以大家不用怕 買不到禮物 因為這裡真的很多東西等著你來買 好 又是時候跟大家說聲 就這樣 拜拜